美国科技股财报不给力 卖压涌线下Google母公司Alphabet单日下挫5% 费城半导地指数大跌5.4% AI股辉达暴跌6.8% 博通大跌7.6% 高通和超微也都下跌超过6% 而美超微骤降9.2% 台积电ADR也下跌6% 短短时间美股基雄市值蒸发超过7000亿美元 AI能不能持续带动呢 这一点我试一试 你看这两天的股价 NVIDIA它到底最近跌了多少 如果可以继续带动 怎么跌成这个样子 我觉得AI目前也进入到一个转型期 或者是一个撞墙期 7-8月美国的电脑市场卖得好不好 AIPC卖得好不好 如果不行的话 AI我觉得暂时可能就会面临到一个转型的过程 美国经济表现牵动全球 台积院公布最新仅期动向调查 6月制造业意外转为下滑 石化钢铁原料供过于球 半导体成熟制程竞争压力大 仅高阶晶片及人工智慧伺服器有所表现 厂商对当月看法明显转差 当美国宣布降息的时候 竟然不是喜讯竟然是警钟 反而是我们接下来看到这一波上半年大涨的股市 因为美国宣布了物价上涨不如预期 降息可能启动 反而让大家开始居高思维逢高出托股票 所以这一点反而是我们下半年要特别注意的 美国宣布降息未必是经济下滑的开始 但是可能是金融市场变动的起点 这一点是我们下半年特别注意的 专家也是仅美国联者会9月如果宣布降息 对金融市场来说恐怕利多出境 降息可能促进肋骨轮动 转往传统产业 台湾也出现类似情况 目前看起来不是百花齐放 所以就算经济成长率高与低 但是你都靠一枝花在那边撑 但如果能够它的热度 可以从高科技转向传产 然后转向其他的服务业 这个才是我们想要看到的 台积元最新预测台湾2024年 经济成长模式维持内外接温 2024年经济成长率率3.85% 较上次预测上修0.56个百分点 但台湾景气并非百花齐放 下半年小心通膨升温 尤其美国如果降息 台美利差缩小 金融市场更得盛防波动加剧 新唐人亚代电视 承货我们沈为童 台湾台北报道